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日前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对于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强大的制度优势 他充满信心 董建华在赴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前接受了专访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 他认为香港近年发生的一连串动乱 对法治民生的冲击很大 也加剧了社会撕裂 董建华说 除了自身社会深层矛盾的香港小气候 也离不开新时期地缘政治变动的国际大气候 港英政府遗留的隐患 加上外部势力干预 香港过去两年遭遇的挑战 已经超出了特区政府的处理能力 若非中央正本清源果断出手 香港恐怕会面临每况愈下的危机 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 中央本着维护一国两制宪政秩序的决心 本着执政为民的理念 本着维护香港市民福祉的宗旨 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研判和部署 董建华指出 中央首先以国安法止暴治乱 继而透过完善选举制度 确保爱国者治港 为香港长治久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使香港走上由乱极致 由治治新之路 董建华认为 国际社会最终会明白香港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并尊重和欣赏中国政府 为一国两制行稳致援所做的必要举措和良好用心 2019年董建华获颁一国两制 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作为一国两制的践行者和捍卫者 董建华对香港充满信心 他告诉记者 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强大的制度优势 既保障香港资本主义制度 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国际商贸中心地位 同时让香港搭上国家经济快车 全面融入大湾区发展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展开科创中心前景 与内地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 谈到香港的年轻人 董建华表示 过去香港的年轻人 总是不自觉地仰望西方 对自己的民族文化 国家发展认识的不够透彻 如今他想借用习主席的话 跟香港的年轻人说 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年轻人应该抬起头来 看看祖国的锦绣河山 看看全面小康的历史成就 看看坚忍不拔的抗议史诗 看看天问一号的火星照片 看看十四亿平凡而动人的中国梦 我的父亲总是提醒我 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 只要你自己不忘记你是中国人 天下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得出来 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多 而且机会是不得了的 国家真是给年轻人很多机会 但是我们香港要做得更好才可以 董先华说 今天的年轻人应该在自己的岗位 自豪地成为中国梦的参与者 贡献者和实现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di104 8 9